小女孩不停抽打自家保姆 但女人却没有反抗 反而鼓励她做得很好 原来小女孩天生得了一种怪病 无论别人怎么欺负她 她都不会拒绝 甚至还不敢反抗 女人看着孩子一直受到欺负 回家后她立马把女孩五花大绑起来 然后不停地推倒她 随着她的不断折磨 小女孩再也受不了 直接甩了她几个耳光 此后小女孩就学会了反抗 只要有同学欺负她 她就会立马起身反手打过去 躲在暗处的女人看到 女孩不再受欺负 她才发自肺腑地笑了出来 可随着两人的相处越来越轻易 女主人也意识到 女儿对保姆太依赖了 当天下午 女人带着女孩玩捉迷藏 可当她闭眼鼠到时的时候 转身却看到了她死去的前夫 同时也是卖掉她女儿的那个人 随后她就赶紧寻找女孩 可无论怎么找都看不到女孩的身影 她意识到是前夫绑架了女孩 于是赶紧冲回家 告诉女主人孩子被绑架了 但女主人却不以为然 因为她刚才已经把女儿给接了回来 次日正当女人准备带孩子上学的时候 她就发现 车子竟然被别人砸烂 女人知道这是前夫给她的警告 可女主人为了女儿的安全 就直接辞退了她 之后的日子里 女人每天都会趁女孩上课时悄悄看她 可她不知道 她的一举一动都被女主人看在眼里 很快女主人就直身 前往了女人的住处 她发现保姆的房子 正在自己小区的隔壁 甚至就连保姆家里 也摆满了女儿的照片 她这才知道 女人就是冲着她的女儿来的